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事成功啊 还是他的出发点 你看他出发点 就是他不把自己当艺术家想 先考虑对方的感受 就是我这事是不是 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 我做一菜是让人吃 不是我做一菜让我自个儿吃 表达自我 他这就跟我做博物馆一样 我做博物馆 我原来说过这话 我说我最初喜欢收藏的时候 全是我自个儿的乐趣 我突然有一天明白了 是观众的乐趣比我的乐趣重要 所以我就要找一些他的东西 我为什么在所有的博物馆里能活下来 能够良性活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他的乐趣真的是很重要 是 我现在在这个网络教育下 我觉得我自己都慢慢转化了 就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说到最后 还是要把自己全心全意的放在人民服务 对对对 咱们这种人一开头老是觉得 自个儿想表达一什么 我那为什么你们都不懂 对吧 不懂就不懂 可是到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你问我 我根本就不太喜欢出现在公共生活当中的人 你问我想对公众表达什么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 我跟有些人还不想表达什么 那其实这反过来就变成 我很想服务你们 只是我闹不太清 你们到底喜欢什么 你们能告诉我 我愿意全云全意 因为我无所谓 你问我想说什么 我说什么都行 就你奉献自己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就挺有意思 现在的这种观念 你比如说有个大张伟 对吧 昨天 现在也讲 你跟他挺熟 是吧 还行 我刚开始还以为呢 就是现在整天在综艺节目上 段子的时候 讲段子 后来我发现他是那个花儿乐队的 这个唱 当年的花儿乐队 经过围绕着颠尸 吹死兼尸那种 两点半消失 一开始呢 也想搞挺自己想搞的音乐 我觉得到后来呢 他也就算彻底了 他就后来就是说 洗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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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你看他有一观点 他说你看北京 马爷 他北京人 他说这跟我出身有关 你就是说我是在南城的 你过去你北京大院里的人 你们嫁人都不会嫁我们南城的 他说我们南城也有自个的份 我们南城不嫁三环以外 他在这边说 我就是这个 就是说 我父亲 我说我听他讲的挺感人 他说你看我父母亲 早每天八小时工作完了 回家就和面 揉面 晚上十点出去谈煎饼 到凌晨三四点 他说我爹捧着一脸盆鸡蛋 呱打摔大马啪 腿都摔舌了 鸡蛋纹丝没动 就捧着 为了什么呢 为了钱给他买这个音乐乐器 买就买 他是说那我就是这个 这个里边出来的人 这个阶层的人 对 他们就爱听这个 而且我就发现他这种用户意识 其实某种正在讲 挺刻骨的 其实是用户意识 他说他听了几个技的 就所有全世界的网络排行榜 最人们最大爱听的歌 是什么歌 他说我琢磨出来 这玩意儿 比如说他说我琢磨出来 一个东西 是辈儿亮还是辈儿爽啊 他的音乐的朋友跟他说 说我听不见音乐声 然后但是他来一句听歌的 他说 但你能听见钱一声 他有一个 他指出 我认为就是 你不干大张伟 他说中国就是城镇化 爱听的歌就是要城镇化 所以你就是城镇化的人们 他们听什么 翩翩起舞 他们爽 其实我觉得像 他这种底层意识 是一个今天社会的 所谓的大数据意识 大数据是一个底层意识 把所有的数据都搞上来 大数据 你比如我们画家 经常受所谓的大数据 他只不过没人给他 是什么数据呢 是这些买家 买家说 你这画不错 就尺寸小点 你没想到 现在画家的画都超大 他为什么画大呢 他是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 逼着画家画大 可是你看见世界那名画 中国人第一反应 他这画怎么这么小 他这么点 他自然看的时候不觉得这么小 他都觉得应该很大 这就是所谓市场来左右你 那我觉得有市场意识很难得 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 他们年轻还有 我们都没受过这个训练 我很长时间才想明白 这你还自个人那点破事 根本就不重要 对 就是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想法 就特别要时刻警惕的 自己别夹带太多厮活 对 老觉得自个儿牛 对 因为就是 我觉得就是 原来我就看李安的 忘了没看哪篇文章 就是他大概有一个理论 就是其实那个艺术品啊 就已经在那了 浑然天成 对 你是需要 你要特别安静的 你要让自己 属于一种很有智慧的状态 去看见他 摸到他 而不是要把自己 尽量都掏出来 你自己掏出来 那是一模型 对 就是那个是 那个不是说 那个浑然天成的那个东西 浑然天成的东西 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那是亚粗共赏 但是你是 自己的东西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不知道 这该怎么看 你比如像现在 像什么 这个小苹果 你像这个 我就说 这个大张伟 那天我看他采访 他还说 他说 我觉得最好的广场神曲 就是什么呢 当年影像节和那个余文华 没没你做蠢头 哥哥安上走 摩音穿耳 但是文道你说 好像某些这个文艺层面的人 又会觉得呢 如果到处都是充斥着这个 就是说 这东西算俗吗 就是俗 就是俗 但那又怎么样呢 对 我觉得俗是历史的主流 在我看来不是问题 就是我顶多会说 我自己不太听这种歌 这可能不是我的趣味 但是没关系 就人家听爱的你什么事 人家都爱听 那有什么不好 那么趣味就是有不同 但只不过这个问题就在于 因为坦白讲 你再雅的人 其实他有时候 也还是要再想观众 再想听众 只是他想的范围不一样 雅的人不想 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时候也会想的 比如说很明显 我举一个例子 就拿音乐来讲 今天最严肃的那种 学院派音乐 那种音乐会 不会有两百人以上的人去听 但你听得出来 那些作曲者 他在想的听众 他在想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因为他有时候 他写一些曲子 他在玩一些非常复杂的 结构上面的东西 你看得出来 他是在 在开一个玩笑有时候 他玩一个很学术的一个玩笑 那个学术玩笑是 对之前的一些 作曲家的玩笑 OK 问题来了 你玩这个干嘛呢 就是你假设你的听众 跟你一样 是听过那些东西 很熟悉那些东西 对他们而言 听众有效果了 对吧 所以你看很雅的人 其实他也是有预设的读者 跟观众的 就分众嘛 他是分众的 但什么那群人很少 可能就两三百 那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我现在好奇就是 我觉得你为 对我而言 雅不是太难 有时候因为你为几百人 几千人 去做一个事情 不是太难 是 独难 对 你如果说像你 我刚才就问嘛 就说你今天 大家都讲大数据 是用数字模型来决定 我投资什么样的电影 做一首什么样的曲子 最能够受欢迎 最能够大卖钱 但是你刚才说 你不相信这个 你不相信这个 那你相信什么 我先接着您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 就是刚才有说 我觉得这就跟做人一样 就是你要让几个好朋友喜欢你 你就做自己吧 做几个人很容易的 就是你总会 行会儿还撒朋友两口的 对吧 但是你要让这个 所有人都喜欢你 你得多克制 你得多道德模范 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你想做多大大哥 你得爱多少人 就是其实那个是最难的 我觉得 就是你要让你的作品 你的产品也好 就是或你人也好 要让最更广泛的人喜欢 我觉得其实很难 他这个作品是这样 作品你大数据是一个判断 还有一个主观判断 其实它有规律可循 你比如像小苹果这种 都完全有规律可循 你今天可以说 你看凡是流行曲 我们先说就限定于歌曲 流行曲 咱们先别说士特劳斯那个 先说这个 流行曲 从民国开始 就是有这事开始 他必须具备一个因素 就是潜在的跟性有关 你看 还是跟情有关 先别说情 情有高有有缘 你干了 抓到你 你比如说和日君再来 这是这个国统区的歌 咱们小儿黑结婚 是这个小儿 什么什么 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 他也得跟这结婚这事干 然后你看这个 小苹果这样的 小苹果跟你刚才说的 跟那妹妹坐船头 他们是一路子 其实你 对 你是我的小苹果 跟我坐你那船头上 没啥趣 内在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再跟你说 这调点 是不是有点像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 好喜欢 是不是有点 这种潜在的 这个男女之情东西呢 是打动双方的 你比如说那妹妹坐船头 和哥哥前头走 这个这是男女双方 都可以站在自己角度 去理解这件事 那小苹果也是 你是我的小苹果 这是双方的事 这个千福大爷 这性意是比小苹果 多了厉害了 多了 还牵上邓庸庸的 他都要有这一点意识 你单独的 单向的 肯定是不行的 当时你这小苹果的灵感 是从哪触发的 怎么叫 你是我哪些小苹果 怎么蹦出来的 这个生活中 他可能有多个苹果呗 做些作曲是老王写 王太丽 我那个搭档 其实我们在 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 做这么一首歌 然后有天我们去 一起去看一个话剧 那话剧里 然后有一个 就一个角色叫 叫小苹果 还是叫什么 小橘子 小橘子 来一生 然后他觉得 我们要做 这哥叫小苹果 你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 我觉得好像挺好的 每家都有小苹果 然后就是 好像好多人的孩子 也叫小苹果 他挺可爱的 就是你可以把小苹果 想象成你爱人啊 你的孩子啊 然后怎么爱你 都不太多 一个人 对 他就很养 很积极的 那么一个感觉 其实那种情绪吧 就是说有时候人没什么 就爱嚷嚷什么 就是 因为小苹果特别积极 人家唱起来 你也会觉得特别积极 倍儿爽 对 你为什么就会觉得特爽 可能你生活中 可能缺一些积极的情绪 你可能对很多人 比较悲观 比较消极 比较抑郁 但是这个歌本身 它跟这个社会没关系 它会给你带来 这样的情感 我觉得它 它是这种产品 自己的比较尊贵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有生活跟没生活 大不一样 就是你看 我记得就要说这个 取高贺寡这事 我想起是胡兰城吧 好像还是胡兰城 说的这么一句话 就说 这个英雄美人 不是他自己要当英雄美人的 他甚至想去迎合世俗 只是偏偏迎合不上 就是他是说的是 另一类少数人 但是我就觉得 你像我看这个老男孩 为什么就是能够感动很多人 我就觉得这个里面 你们的很多生活 比如说 这讲你点这个仇史 考中学一次也没考上 两次才考上 是吧 对 我其实考三次 我考美人服中 我上美人服中高一的时候 我高中分别都快上大学了 你算不算北漂 就京漂 我肯定算呀 漂了几年 我是 我是16岁来的北京 我一来就是北漂 可能一来的时候 我就上美人服中考前班 考前班的时候 就没有正式的学校 中午女 好像考了一年考上了 然后又上了电影学院 当学毕业 那一天起 正式成为北漂 什么就 北漂指的是 生活在那个贫困县 我觉得就是 你没有身份吧 没有身份 你又不是学生了 你又不是学生了 对 没有学生 不是学生 没有工作 然后也不挣什么钱 然后 跟这些逼劣的同学 挤在 搞点事 对 然后挤在一个出租房里边 然后当时就是 进去北漂 当然对每一份找你的工作 都超级认真 但是 就是这事 靠不靠不 也没关系 你让我想一广告创意 你让我写一个小短片剧本 或者都非常非常认真 对 你让我画点分镜头 都可认真了 见面跟人 开会的时候 今天有一个什么工作找你 你都要把 把那个最板正的衬衫拿出来 都是 然后把自己导致的 看起来好像 比较体面的 有尊严的样子 然后不像一个北漂的样子 然后去 用这种外形和生活 去面对工作 但是当时的心情是挫折 是经常失望 那段时间是挫折的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来 上了俩学校都是好学校 就是在成德来讲 你能考上美业附中 每年朝四 那可不容易了 然后上电视学 又上电视学院 就是你本来就觉得 未来一定成才了 就上学了 上高中的时候 就觉得 你可能以后成才了 然后结果你一毕业 就是那个社会的现实 像一堵墙一样 你学什么专业 我是广告导演 美术系 所以你那时候 不应该出来就失业 觉得反正干完那活 给人感觉 我大四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大四的时候 我拍了第一支广告 当时就拍了一个西服广告 当时还拍胶片 拍王刚 我当时挣了几万块钱 我当时发我这个活的客户 是王太利 但是我就那么认识了 你那时候想到会红吗 这都是原本 那没有 完全没有 你觉得你是怎么就红 怎么红的 怎么红的 你第一个觉得自己红了的感觉 是什么时候 这很重要 就是你在某一天 某一个时候 某一天意识的 我觉得就是老男孩 其实老男孩之前 还有个男一级回忆录 男一级回忆录的时候 就开始小范围的 就开始有人喜欢你 就是那当时互联网 上网人没那么多 网络视频也没有那么发达 但是得了好多奖 开始有人认识你了 就到一些聚会里 你原来就拍那个了 但是走马路上 还没有认识 但是那时候 对 我这么问你这问题 就是比如说说白了 你看比如说 现在我们在网上 要问个问题 我就发现很多 金票也好 或者在北上广 浪迹的这个人 他都是当年跟你一样 但是他现在就觉得 我怎么能够成功 我好像这是他们 特别主要的一个焦虑 因为成功不了 感觉一天天 在北上广混不下去了就 对 没错 所以假如他们这个问题 问你 就因为你成功了 他问你有什么招 交给我吗 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招 我觉得就认真一点 认真专注点 对 那就是这些 如果这样 你觉得这是跟运气相关吗 因为坦白讲 认真的人也相当多 对呀 我觉得是有 运气有关 因为你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天分不一样 你天分其实就是个运气 你的天分刚好 你做了跟你天分相关的职业 这就是个运气 就是 就是我你 反正你 反正最好的就是 你既有这个天分 还能下点笨功夫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对 我同意的这个 我一直说人的天分 至少 至低占两成 这两成是你别去争 你争不来 你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如果你顺了 就是他说的 这顺了 你就这两成占上了 那么一般人 一般人按照今天的教育体系 都能走到六成 就是大学毕业干什么 百分之六十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 是你的认真和努力 如果你的认真努力 加上你恰恰有一天赋 天赋你二十 你没有有十也行 这个凑九十分就就成了 你这个努力 如果你努力不来 你光有这天分 天分就显露不出来 剩十加那六十七十分 基本你还是在底下混着 对 每一棒上去升百分之十 绝对跟认真这个态度 同意他说的认真 这个所有成功的人 我认识的人多了 就各种成功人士 没有一个人缺这条 做事要不认真 你肯定 但是要不说 我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就想这个事 你也很认真 你成功的 对 比如说你成功的 他筷子兄弟只有两个 他只有两个 我是觉得那大多数人 他的心情往哪安放 那当然你不能指望 你标准太高 你不能说他这个成功 他太高的标准 大多数人 我告诉你 心里怎么安放 对 大多数人心里 想的可能就是指望他 像他一样 因为你要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呀 他们的故事之所以 他们人的故事之所以 大家喜欢听 喜欢喜欢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今天的中国 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阶梯差距有多大 对 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 含着金钥匙出生 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 我们刚刚想奋斗 需要认真 要努力 这些事在今天 我们成功的三四十岁 三十岁以下 这圈人里面 在那些成功阶层里面 大部分人 可能是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甚至可能 从来没有奋斗过 他爸爸奋斗过 他妈奋斗过 他用不着奋斗 那么因此 当其他人数上 比这些成功人士 多得多的人 挤在北上 苦苦挣扎 找机会的时候 你说他指望什么 就指望这样 但是你看 你说这个 你讲 我觉得就想到 一条除了认真以外 就是 就是你还得想 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 你在这个社会里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能给 最少你能给周围的人 最大你能给这个时代 你能带来点什么 有用的 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东西 那送外卖的小哥 也是想着 那我能帮你送个饭呢 但是难道我一辈子 都要这样吗 就是 但我认为 一辈子能把这饭送好 也不够 就是起码你能做成 一个百度外卖 我跟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加斯德门口 有一老头 拉门的 没有学历 当年十几岁应聘 就去了 去了就拉门 拉门呢 就好好拉门 拉门这事听着简单 没那么简单 几十年以来 进加斯德公司拍卖的人 牛逼的不牛逼的 前牛逼后不牛逼的 装牛逼的 什么人都见过 所有人都记得住 最后呢 到他晚年的时候 就是不是晚年 就到他快退休的时候 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客人 这客人怎么回事 他都知道 然后加斯德呢 加斯德就说 我们比如欧洲有一场拍卖 他是在纽约 欧洲一场拍卖 说你得去 他说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呢 说我太太在家 说你太太一块去 头等舱 因为你在那个酒会上 比谁都重要 因为有的那个大老板来了 都互相不认的 你很尴尬 就他知道这个人 是怎么回事 买过什么人 他们都知道 就全气脑子 跟电脑一样 所以所有的重要的场所 都要让他出席 对 他就是一个 从头拉到尾 我觉得他就是 而且他也得不停地这么想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能给人送饭 比如我现在能给人拉门 说我还能为这个公司 做点什么 我还能记住大家 对 然后呢 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就他得不断地去这么想 你听他的结尾 我争取这样吧 我告诉他结尾有多重要 他拉门 拉了四十年 拉满退休 退休 那加尔德说 这人退休了 好 我们举行盛大酒会 欢送退休 退休的时候 公司宣布 以公司副总裁身份退休 这牛逼 真励志 这太励志了 这别快的兄弟 这应该找他来 所以说这个呢 就让我想起来 人家对这个成功的判定 和社会对成功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不能鼓励 他这个除了他的奋斗以外 有极大的偶然性 而且他这个成功的标高太高 如果我们天天在电视上 说这事都把他们大家全害了 但是你看 你看你讲的是正能量的 对吧 但是我注意到 你很多引起共鸣的 比如说那个片尾的这个歌词 就讲这个时间是吧 什么无情的刀 说这个青春啊 还没绽放就已经枯萎 实际上就包括你们讲的 就是最惨的 就是最尴尬的 就是同学聚会 多年之后的这种同学聚会 身份高低 身份高低 这方面你是不是有体验 我肯定有体验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 我的人生就像穿越了一样 因为我现在三十几岁 我小时候我还经过过这种国企啊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生活在那种大国企里边 大国企当时还很大的 国有大重型企业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国企的工人的那种心态 和周边那些城镇居民 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就是自体自足的 那一个环境里 就是很骄傲的他们都 而且如果谁啊 要是一个领导的孩子 那跟我们一起玩 那哥们是谁 副厂长儿子 厂长儿子 他有他的秩序观念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 再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整个时代就都变了 厂子都黄了 都已经卖给个人了 然后所谓厂长孩子 还住在当年最好 那个楼里已经破烂不堪了 然后他还带着过去 那个小时候养的那个尊严 又带着对今天的 社会的那种不能接受 那种拧巴 就是他 我一直想拍这么一个电影 就是我想讲一个 就是时代变迁 就是给人 就是带来的那种 特别让人心虚的那种变化 那我想知道 就是说 你在这个就是基层混的时候 在底层混的时候 和到今天 你觉得今天你快乐的程度 比那个时候多多了吗 就心情 就咱讲平常一个人的心情 我想想 你觉得你更快乐 更幸福了吗 我其实觉得差不多 就是每天快乐和烦恼的时间 其实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理问题 这事 就是你的快乐 和你的那种沮丧的情绪 或者你的负面情绪 和积极那个比例 它是个生理的事 你怎么都会有这样 你就是你过再好 今天 钱越多事越多 对 一会儿你还是会沮丧 一会儿你还是会 他 就是他 人不肯老是 老是嗨的 老是他不肯老是保持这个状态 那你认同这个成功的标准吗 我觉得成功这两个字 本身就有点伪命题 我觉得 怎么说 怎么叫成功 我觉得 你就很成功 就是你看就是 你要是据说我成功 我就心里字一下 我就有一种好像 就有一种那种压力感 就是因为我自己 并不觉得我自己成功 因为我觉得成功 不能仅仅从 今天的社会 就说你有点钱了 或者你 你的生活稳定了 大家认识你的 就是一种成功 就是 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 更珍贵的问题 就是 我觉得那成功标准 应该在那 就是 就是你 我就像说 其实说白了 它是一个很深的话题 这套公民立路 我就觉得心情 怎么安放 第一 这个最低生活水平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 咱们这个贵国 你生活在 北上广 这个大城市 维持一个 基本的生活水平 就是太惨了 就像你们 那个时候 住在出租屋里 这种 你要是能够 最低的 咱们生活水平 差不多 你看 他们说 美国那个小孩 老师问 这个小女孩 你喜欢找什么样的 男朋友 他的回答 小女孩 可能是幽默感 和好玩 什么的 我们现在 可能很多时候 就是他是 开什么车的 他是有没有钱 但是你又特别 能理解 因为我就觉得 要不说 现在他们美国 奥巴马 不是他们在闹什么 就是你看上去 大部分人 生活差不多 坐着开着 差不多的车 都过着 都能去 比如说 都能去滑雪 打高尔夫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个贵族运动 如果大家都能 基本这样了 那剩下的 我去追求 我个人的一个爱好 我不成名 不成家 没有关系 我所谓 这是真的实现自我 可你觉得 美国其实已经算是 比较俗的一个例子 因为在算功利了 比起欧洲那些 或者现在日本 也是很不功利了 老一辈子 我觉得中国 我们要求很简单 这个属于中国 并不是说 大家都发财 或者怎么样 而是最底层的人 都能够有一个 起码的 有点尊严的生活 就已经很好了 对 但是你这个 起码的有点尊严 这个比如 他怎么样有尊严 对 第一我觉得看病 看病 现在不用说底疼 我去也没啥 马爷怎么 谁又为之严 我们去医院 我去到一个医院 迫不得已先找熟人 找熟人 这护士拎着我 这个拎着我 不能撒手 这走廊里全是人 把我拎进屋 我就听后面喊 我都排一星期了 我就 我都不好意思再出来了 你想 我也想 人家挺不容易 在这排着队 然后我们给领进去呢 我要不领进去 我这带子也排不成这队 我宁可死了 我也不排这队 但是我进去以后 我出不来 因为我要面对 所有的这些人 人家可不管你 你越被人认出来 越倒霉 不知道你什么事 所以就很尴尬 这时候哪来尊严 没有尊严 我们今天这个事情 根本都解决不了 那向阳你觉得 当年 比如说你在比较底层 努力的时候 你想到过 有没有尊严这件事 我当然 马上第一目标 就是要在这个城市 有尊严的活下去 那你那个时候 怎么叫没尊严呢 你觉得 哪些让你感觉到 没尊严呢 就你最起码 你要是 你要有一份工作 人家当 就很现实 你忙什么呢 毕业了 我写剧本呢 写剧本基本就是 你没工作 他待着了 他写剧本 他写剧本 就是这意思 就是你得有份工作 然后你 起码得赚点钱 这都是我们的 我觉得就是 很真实的一个标准 在当时 然后慢慢地 就开始大家说 谁开什么车呀 谁住什么房子呀 这些都变成了一个 比较的一个标准 这都很现实 就是你起码 以前我毕业25岁 才毕业大学 我起码快30岁 的时候 我争取能不能在北京 买一套房子 房价长那么贵 就我别 我是不希望 当时是不希望自己 好像能再租一辈子房子 或者是 能你要 你在北京干了那么多年了 你16岁出发 你现在要再 回成德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开一辆车 想要点车呀 就是要人家别问 你在北京干什么呢 说你是不是 稍微有一点事业 就是 当时认为 就这就是尊严 就是最起码 你说了这个尊严 后面其实包含了 很多看事的方法的问题 目光的问题 比如说只有在中国今天 我们才那么的势力 对 没错 就比如说 你刚刚说 写剧本这个状态 其实我在很多国家都遇过 一些年轻的剧本 但他们没觉得 自己被人瞧不起 因为他一时这来 问题先解决 他们有时候 他们会租房子 因为只有中国人 这么在乎买房子 比如说 你说德国 意大利那些 60%的人都不买房子 都是租 全民都租 所以也是全民都租 没什么问题 起码当时我想 别合租了 大家也不觉得 那是个问题 没有人说 你房子租的 他就小不许 不跟你谈恋爱 你没车 我们不会看不起你 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 你开什么车来判断 我不是说人家都是圣人 而是说相较起来 全世界的人都势力 都有这种眼光 但中国尤其厉害 所以我明白了 这个老男孩 为什么看哭了 这是因为 这个失联的社会里 那种没有尊严的苦 然后小苹果 为什么火了 就是咱们只有苦中作乐了 真是 有点想开了的感觉 谢谢 谢谢 好 到点了